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函数名称中的那个地址 它有一些例子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 就在我们的一般的函数设计中呢 我们都是这样用的 Prentful 然后呢 是一个Hello World 好,这样来进行我们所谓的什么Hello World的打印 但现在呢,我们是想一个办法 Prentful这个函数有没有呢 确实是有,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现在假设已经知道它的一个绝对地址 或者是一个相对的地址 我能够把这个地址取出来 然后呢,一用这个地址呢 还是传一个所谓的Hello World的双引号 它能不能帮我们完成这个Hello World的打印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怎么做,我们第一个办法是这样的 我们呢,反正定一个地址 对不对 我把Prentful这个标签取出来 然后以后呢,我就用这个标签去取动 做事情不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好,你看我这样做 我定一个叫MyShue MyShue的一个什么标签 然后这个标签呢 反正是个地址 对不对 我们先不管它 我们先放着 一会再说完 然后MyShue呢 我让它想一个办法 让Prentful去等给它 也付给它 这样的话,是不是MyShue里头就保存了Prentful的地址 对不对 然后呢,我再怎么的 再用MyShue 因为MyShue本身是个函数地址 对不对 我们要函数调用 刚才说了 只需要怎么的 加一个圆括号 我是不是就可以调它了 对不对 只是在调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也满足什么 也按照我们标准的要求满足它 比如说 我Prentful是双引号 我是不是也用双引号 比如说我加一堆等号 我看等号能不能出来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呢 是不是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 那现在没有完 为什么 因为这个等号 我们要付 必须要保证这个读内存的方法 就这个标签 Prentful读内存的标签 和MyShue读内存的标签 是要怎么的 一致的 对不对 而Prentful这个标签 是什么读法呢 因为Prentful是函数 函数是满足三要数 那我们把三要数取出来 不就可以了吗 是不是 好 那怎么做呢 你看这样 这样来做 之前我们也讲过 MN手册中 有个Prentful的 Prentful的一个帮助手册 大家看 这是Prentful的什么 标签 那很显然 它的输入参数 是不是这样一个东西 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讲输入参数 后面我们讲完之后再说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写 一定要这样写 然后这个是个INT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 那我就这样定义 也就是说 它本身的输入参数是什么 原括号 是不是一个Const Chair 星 对不对 然后你可能是一个什么值 因为这个地方 先说明一下 这个地方 是不是一定要写个名字 不一定 因为它只是函数声明 是告知 告知能力 所以说 你这写A也好 写B也好 不影响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还有一个点点点 那么这三个点 是省略参数 省略参数呢 大家可以下来再看一下 它到底是什么概念 好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它的返回值是什么 返回值是INT 对不对 返回值是INT 好 但这样写呢 我原来有说过 这样写不对 因为一旦这样写过后 MyShow 是不是加了 什么 先被圆括号修饰了 因为MyShow变函数了 对不对 不是变指针了 所以这个时候 一定要干什么 加圆括号 相当于把我们的MyShow 是不是直接先强制转换成地址 就一定是生命成地址 然后这个外面 是不是修饰这个新的内容 看没有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看 printful读内存的方法 跟MyShow读内存的方法 是不是一致的 也就是这个时候 我还尽不进行 所谓的强制类型转换 对 我们可以不进行了 看没有 因为这两个类型 确确实是一样的 看没有 这就是用指针去描述函数的一个一个基本概念 看没有 好 我们看看编译的效果 好 没有报警告 甚至来说我们可以加这个选项 杠大欧 也没有报警告 看没有 所以两个类型是一致的 两个类型一致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用这个方法 就这一条你自己改 改成chart形 你看他肯定要报警告 甚至来说这地方出问题 对不对 因为哪有说chart形用个圆括号去访问的 对不对 不现实是不是 好 好 我们看这个build 你回车 你看这等号是不是同样的也能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说实际上在我们的开发中 我们可能不一定是非要是print for什么的来完成这个功能 只是说叫print for这个标签中有我们要要的什么这段结果 这个可能在切入式开发中可能需要把这个思想建立起来 因为以后呢我们开发中可能会遇到 某个内存的某一个段里头确实有一段代码 我们可以拿来用 但这个名字呢没有标签 他可能就是一个什么地址 那这时候又怎么处理呢 就说我只要能把这个地址找到 只要能复给他 是不是效果是一样的 对不对 效果是一样 然后你自己起个名字而已 对不对 好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呢再给大家演示一个效果 之前呢我们说过这个nm nm呢实际上是可以查看我们的这个可行程序的标签 当然这个地方现在看不到 现在看不到 因为他这个nm是查看build的 这个print for是一个动态的 那我们可以这样用这个方法去试一试 这个可能你能成功 也有可能成功不了 这个要看你的那个具体编辑器和你的系统环境 比如我们这样来举例 我们说这print for意思 百分之P 什么意思呢 就这个print for本身也是个地址 我们当然能不能看看它 对不对 好 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 因为每次运行结果可能不一致 但是呢代码段的链接呢 大概是基本是一致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这样用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啊 我们下次运行的时候 8048320这个位置上 如果代码没进行太大的变化 它是不是可能还是这个字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把这个拷贝过来 其实就是这个值本身就是在我们什么 这地方附进去 对不对 只是我们用标签去附给它 那我现在能不能这样付 就我直接把这个数用让它去存行不行的 很显然这个复制方式呢 我们说复还是复进去 因为足位拷贝对不对 但这个是数这个是地址行不行不行 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 强转啊 所以这个地方又要强转 强转成什么 这个怎么写 要注意啊 把一个地址变成一个函数 把变成一个函数声明怎么办 还是一样 这个东西啊 你不管怎么说 变你要变成星才行 对不对 那么星就强制转化成一个地址 而地址怎么读内存 是不是又是我们关心的 原本说我们可以这样写成简单的恰儿行 对不对 但现在不行了 这个星啊 怎么了 他读内存的方法太特殊了 怎么的 是不是要加括号 抗死的恰儿行 看没有 哎 点点点 然后返回成什么 是不是印度啊 对不对 哎 好 这样来看啊 你看是不是就把一个 一个标 把一个 你认为可能要放的什么 程序的地址 是放在这儿啊 然后呢 你把它附给他 其实就是负值的问题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等号能够出来 啊 好 我们看 build 运行一下 哎 你看 是不是这个等号还是出来了 对不对 也就只要保证我们这个print for 也说在这个地址上确确实是print for的时间代码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任意的名称可以调用 看没有 哎 所以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函数指质的第一种使用方法啊 去接收一个什么其他函数函数的那个什么的地址值 然后付给他 然后他呢就可以操作了啊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种例子啊 那么函数的地址表示方式啊 那么当然了我们说这种例子掌握过后呢 我们还可以把这样的例子再加深一点 就是呃 我们既然知道了函数名就是个地址 那么地址不就是指质吗 对不对 我们之前是不是也学过一个概念叫指质数主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指质先分配什么 连续的具有逻辑关系的什么 一个数主空间 然后这个数主空间呢 相当于可以这样来想象一下啊 呃 我们先写成新P 我们先写成串的类型啊 你看之前原来我们怎么说的啊 呃 你是什么 你是新P 对吧 然后P里面有 呃 比如有五个啊 有五个 五个这样的 这五个 五个新P 然后呢 你的 呃 每个里头存的是一个地址 对不对 然后呢 里面读内存的方法是串啊 然后我们可以怎么的 是不是可以让P1 等于什么什么值 就等于一个一个变量 然后我们的P2 是不是同样的可以指向另外一个东西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当时我们说 这有什么好处 就是说 两个毫不相干的字不串 但是在逻辑上是不是连续了 就第一个参数下面一定是这个参数 然后依此类推 依此类推 是不是 哎 所以这个呢 在我们的函数指振中 其实也有一样道理啊 那我们能不能定一个数主啊 因为数主是线性的连续关系 如果我能够把什么 这些毫不相干的函数 毫不相干的函数 然后有趣的组合在一个什么 一个表里头 然后呢 这个表不有下标吗 我根据下标的情况来动态的执行各个程序呢 比如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我们要做一个 一周 你每天要干什么事 假设说要做这样一个事情的话 很多同学的做法是这样的 他说这很简单 我判断一下 就Switch一下 Switch谁呢 Switch对 然后呢 你不是七天吗 反正就七天对不对 七天怎么办 那case呗 对不对 我case第一天 比如说是 我们干什么什么事情 是不是我们就 我们就调用 比如说我们 我们FUN1这个函数 然后 break掉 然后意思类推 如果是case2 第二星期二 好了 case2 然后呢 又怎么的 又调用FUN2 可能或者是其他函数 这有可能很多 好 那你说 这种写法 是不是就显得 一个是效率不高 因为你要进行不断的比较 对不对 不断比较 而且代码量很大 对不对 但你看我能不能这样写 假设我有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刚好是七个 刚好七个 或者0到6 刚好七个 然后这里头呢 我只是都存了一堆什么 一堆这样函数的一个地址而已 的地址 那么星期几 我是不是就调用数组的第几项 然后把这里面取出来 进行函数调用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看这样的效率 是不是会变得非常高 所以你看这样的话 咱们怎么操作呢 这个大家可以下来自己试验一下 我这我们先讲一下 那你看我们就就还是这样 本身呢 我们要存储的数组 存储那个函数的地址是这样 地址假设是这样 输入int 假设输入int 假设输入两个int 这是每个函数的声明是这样 但我现在要变为数组怎么办 是不是在这个基础之上 增加一个把这个p指向什么 指向数组名 看没有 这样p是不是 是数组 数组里存一堆地址 什么地址 哦 函数地址 看没有 所以这还是数组 只是这个数组里存放的地址更特殊 是个函数地址 然后你有了这个方式 有什么办法 有什么好处 你看 我p0 你看 我让它等于fun1 好吧 记住这样可以不 因为fun1是标签 它也是一样的嘛 一样那种 是不是 然后一次类推 p1等于fun2 好吧 反正一次类推 不写了 那么你看 是不是相当于这样的话 其实不断地向星期几去注册 看没有 因为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对不对 然后以后我还switch case switch 不需要了 我们是不是就p 对 然后干什么 p对是不是就里面 就取出里面值 干啥 然后怎么掉了 掉怎么办 直接加什么 圆括号是不是就可以了 看没有 p对圆括号 然后比如你要传个10 传20 无所谓的 好 你看 这样是不是就比我们这个switch case要显得 反正代码上来说 应该是更精简 而且执行效率上 其实也会更高 看没有 所以函数地址 这个函数名是地址 这个思想很重要 在后期 我们不管是学内核驱动也好 学应用开发也好 游行内核驱动 这个思想用的非常的多 那么有些时候呢 我们又给它起名 这个叫注册 这个叫回调 或者调用 这个思想 但是不管怎么说 你不管用什么样概念来去 来去描述这个现象 其最终思想就是 函数名就是个地址 我知道地址 我就能够想办法去调到它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对于函数名 我们需要理解的一个基本思想 好 这是我们关于函数概述中 函数名的一个介绍 我们下期待的项目 我们下期待的项目